大家好 我是Crystal 欢迎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到York Region的Aurora 去看一个单车房 4房4次独立屋 物业的地址是95号Corp Street 交界是Leslie & Wellington 西北角位 始终是在Aurora 自然环境也相当好 家屋南北两边有两个trail 绿地 树林 还有两个户 10分钟之内的车程 已经可以到高速公路404 Wallington 和Leslie的Prasa 这里有Walmart 其他食肆等等 5分钟去到大统华 Canadian Superstore 或者去到Wallington 和Bayville 这里有戏院 Home Depot Aurora Center 等等 所以在这十年有很多人慢慢搬到北边 空气清新一点 人又少一点 住得舒服一点 这是校网区地图 前院的Interlock 特意加阔了 这里可以拍到三辆车 进入门桌 这就是玄关位 相当之座位 雙屋 同一屋一桌的门全部都做了8呎高 这里有一个雙屋座位 可以放鞋和衣服 真是很阔 一楼全都是Smooth Silling 安裝了Polite 大貴9呎樓底 這裡是Powder Room 下次 再走前一點 這裡是Living Room 一樓這裡 全部都是實木地板 正門向南邊 後花園向北 這裡有Direct Access 單車房 再進去Unfinished Basement 離開的Landing Area 我們就來到廚房 廚房呢 Quartz Camera Top Light 還有一個小的Centralite 可以放幾張椅子 Double Sink 全部都是Stainless Steel的Appliances Extended Cabinet 是碰到頂部 還有石頭的Back Sprash 在下面安裝了燈 我們來試試有沒有Soft Closing 應該沒有 我不熟悉了 應該沒有 所以我不想很大力 不想弄壞別人的東西 不過是沒有的 始終這間屋七年來都看得出 因為它的顏色配搭 像是當時的年代 選擇那些顏色 但幸好整間屋裝上很光亮 而且是間屋南北方向 所以早上其實在南邊 又太熱入到來 是很舒服的 這裡就是Breadless Area 這裡有個Sliding Door 出去後面的後花園 後花園都鋪了 都挺spacious 夏天坐在這裡 都應該很舒服的 廚房旁邊 Family Room 很舒服的 它的花園應該是後期換過 電視機放在上面 其實可以放到一張 很大的LJ沙發 坐在這裡看 而且它這間屋 它的座位很漂亮 很喜歡它的傢俬 很靠近 好像進入酒店 真的很酒店 其實我是給它的傢俬 給它的座位吸引了 這間屋 這間屋的基本都很好 而且整個房間是很舒服的 你又不會像是Richmond Hill 那麼繁忙 但其實你這間屋 來的路程又很近 而且現在Aurora又大統話 又多了茶餐廳 我們一餐就去吃 我們現在來到二樓 二樓都安裝了Potlight 八呎樓底 也全部是實木地板 二樓這裡是四房三次的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尺寸 即這間屋是二千零四十一尺 房間也算是很好的 這邊有兩間房間 這是一個套房 Staging 這裡 放了一張 雙重的座房 Double Door Closet 還可以放到一個大的桌子 最好的就是它有自己一個洗手間 第二個睡房和第三個睡房 就是共用一個洗手間 這間房就大一點 還有一個Cathedral Ceiling 窗也大一點 十分光亮 廁所這裡其實有足夠的位置 可以改成Double Sync 身後就是主人套房 這間房就是向北 現在這裡Staging 是放了一張Queen Size的頭 但是有足夠的位置 可以放到一張King Size 它尺寸 你不會說過分離大 那邊是有Walk-in Closet 業主有些東西在那裡 方便開 我們看看後院 我現在才留意到 它是裝作Rola Brine Zebra Zebra窗簾 其實這間房子 真的是Move-in ready 什麼都 你基本的東西已經有齊了 而且這間房子七年 其實都算頗新的 來到主人套餐 Double Sync 和低Quartz 有很多貴 Shower Baptop 好厲害 這裡也有一個很大的窗 現在這間房子的叫價是128萬8千 需要去搶提供 2023年地稅大概是6050元 如果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contact list 去聯絡我和Jacky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留意我們在Facebook裡 建立了一個群組 就是叫做 多倫多留宇生活圈 我們就希望借著這個群組 給大家去交流多倫多地產的問題 分享多倫多吃學玩樂等等 記得去參加這個群組 上班 進去 帳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